首先,中国两位拿到冠军,然后今天这场胜利对你们两个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他一人多久 还是拿到了我们2022年的第一个冠军吧,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希望能为2022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增加一点,积累一点信心吧还是 东平,上次我们在德国打公开赛的时候,你曾经输给亚军军 那么对于今天这场胜利,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上一次的比赛失利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因为彼此比较熟悉,然后这一次可能在赛前自己用了很多的赛前准备 然后也很很大程度去说服自己一定要在场上敢打出来,不要保守 就是在前场和后场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说自己的那个打法更就是更强一些,是不是更有必要? 对,因为我作为一个男选手来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增加侵略性,增加进攻性,想办法去得分 所以说这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环节 接下来打算怎么庆祝? 没有想太多吧,还是好好休息,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吧 嗯